小黑,胆子最小了,叔叔,要不要下雨你也跑了 小黑,是不是下雨了 我家胆子最小的这几个全跟着我 是不是 这还有个马宝男呢 是吗 伦总,伦娜 小厂的呀,真淡定 小黑在拼命的往眼神上喊 你别拍了,抱住他 坏蛋 小黑真的是一个胆小鬼 小黑,小黑 小黑,小黑 我们从这边看起吧 现在我们在草坪里都铺了之前在院子里的那种地砖 防止小黑不断的找地方尿 现在就是有草的地方他可以尿 准了,其他的这些砖呢 就相当于小猫咪有一个硬化一点的落脚点 我们把家里的那颗蒲葵种在了这里 起到了一个,本来是想起一个遮羊的作用啊 然后就一直都没有过羊了 但是还不错 他现在出来以后长势喜人 看,我们新种了猫薄荷 这个猫薄荷和薄荷大家分得出来吗 看,有没有朋友知道怎么区分猫薄荷和薄荷 这一棵是爷爷种的百香果 嗯,他一直在往上爬 最近也是长得比较快 但是距离吃得到应该还早 百香果的这个叶子 是这样子的 然后在这个后面 我来寻找一下啊 这里有一根孤零零的一根棍 这个是树莓 我们买了两棵 一棵在这儿 另一棵在这边种着 嗯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让他发芽 我天 感觉要很漫长 然后在这个区域呢 我们先种了一棵羊妹树 上一个视频就有朋友发现了 最近这个羊妹已经被我吃的差不多了 我现在可以再摘一个 给大家吃一个 然后 咦 这怎么有只小狗子 嗯 叫圆圆啊 小圆圆 嗯 跟大家打招呼啊 早上好呀 好 然后我们到这边看 这棵大植物 大家认识吗 这是一棵好紫的紫的花 兰花莹 是不是很漂亮 小毛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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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门厅现在放了沙发 还有小张篷小窝 还有那个木屋子 他们下雨嘛 基本上都在门厅活动 不会下来了 这姐妹俩 龙沙宝石月季 龙沙宝石月季 我本来以为啊 今天已经看不到开花了 因为我们种下来的时候呢 就已经是在开花了 按照以往的经历 就是每年春天应该一个季开花 秋天开花 结果没想到 它又村村开花了 云南真的是植物开挂区 开花季度都这么特别 这个桌子不见了 被我们搬到了屋里 等会给大家看 然后这个区域呢 我们准备再做一个 毛系空间的改造 就是再立一根爬柱 跟这个两个 然后形成一些交互 现在只有一颗爬柱 他们资源有一点点不够了 然后呢 我又需要这里有一张桌子 让小毛咪在外边吃罐罐 和冬干 为什么不在家里吃呢 因为家里招苍蝇 然后所以这里回头 会另外再做一个设计 小毛轮又躲在这儿了 那这边也是铺了 这个硬化的地嘛 所以他们平常都 乌轮啊淋不到雨 现在我们就进工具间 很久没有给大家看过 这个房间了 我也刚收拾好 快乐屋 这就是院子里 之前的那个桌子嘛 然后最近我们马上 开工做的东西的木料 已经都放好了 然后这里呢 就是我们一些工具 嗯 然后那个 这一股颜六色的 麻绳 过两天我用得上它 然后这个区域呢 就是一些 杂物啊 材料啊 他们团的粮啊 等等之类的吧 以后呢就会在这里 做一些工具 别人还特意放了一个灯 让大家可以在这儿拍 有一个刚上完厕所的猫 它特别搞笑 每次都要站在外边跑 下面我们就进到这个房间 因为蒲奎被搬到外面了 所以前台现在换成了富贵角 然后屋子里的结构 发生了一点变化 好冷啊 对 大家看到 电暖气了吗 大理真的很神奇 在六月份这个季节 电暖气 加湿器 还有除湿机 它是同时使用的 整个猫墙 就小猫们一个玩的地方 然后我在这里工作呀什么的 就特别的多余 还有点阻挡他们上上下下的 所以呢我们就把桌子 移到了这个区域 我在植物脚里边 形成了一个小小的空间 爷爷的桌子不是个L型的吗 我这个现在也包围起来了 有了一个空间感 然后小猫咪呢 在沙发上可以睡觉休息 也可以踩着沙发上去 之后改造 这两个柜子会拿掉 然后我们计划在这里 放一个L型的沙发 现在还在挑 然后我这个区域呢 也会做一些改变 我现在就是特别喜欢我的桌子 这个角落很私密 爷爷永远都不会知道我在干什么 然后我又能 清楚楚的看到它 然后给大家看 我最近在看的一本书 这一个台湾的作家写的书 改造老房子 而且它是挺难买的 我在多抓鱼上面 淘到了最后的一本 它里面记录了很多 哎呀你看这个房子我特别喜欢 它里面记录了很多 改造的案例 基本上都是老房子改造 这个也很喜欢 而且它写的特别细 它会把那种 嗯 具体的工程 然后那 预算表啊什么的 都写的很细很细 就好可爱 看这些过程 我再让爷爷学习 准备让他 给我们这个房子做一些结构上的调整 铁树 很棒 如果大家买得到的话 而且我的桌子搬到这儿 因为把植物也放在了前边 团团特别喜欢卧在这个后面 有时候爷爷的视角都看不到它在哪儿 也意思 哦 下面还藏了那个猫包 还藏了那个猫包 所以小猫咪咪有时候在我的脚边陪我 这个小角落 别看它只是一个小角落 一个猫包加一个波士顿爵 叫猫咪的快乐角 然后这个通天柱 之前我们不是说要改它了吗 马上就要开工了 现在下面已经都腾开了 收拾了点 把几个糟的弄好以后就好了 雨下雨了 爷爷早上 一大早就跑到地里去撒草种子了 我给大家看一下 爷爷等这场雨等了好久 今年大理迟迟进不了雨季 然后开春我们处理完的那些杂草 又长出来新的了 于是我们又翻了一遍 这边是已经翻好的 结果刚翻好这一块就下雨了 所以今天就先把这边的草种子撒好 我们的仙人掌 又可以吃了呢 前两天没开花的时候 我总觉得好像那个大脚长 长了很多脚趾 对 我们的脚趾头开花了 我听你一形容我不想吃了 你看他们把这棵树一瞬间怎么掉下来 看冬天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把这个 我想可能是不想要这棵树了吧 这个树皮给削了 但是看这树的生命力 本来冬天的时候叶子已经全都没有了 想要肯定不行了 结果他们居然就顺着这个断裂处 就又连起来了 对 你看他 他在修复 是的他自己在修复 然后你看现在已经 这么茂密了 哎 这是那个蔡刀老师说的 他喜欢摸树 因为树 被扔就是向上 所以特别有利力 这是什么 我认为你干啥呢 这是人真无不太好